7月6日奔跑嘉年华举行几位主持人一同亮相 为这场完美的派对拉开了序幕 很多明星都来到了这里 包括创造101的小姐姐们 这一晚的baby实在是太美 惊艳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天使一样的造型baby的言永远不会输 网友纷纷调侃唱功不够研制来凑 baby与张杰一起演唱了《之肉就是爱》 虽然歌曲难度有点高 但baby唱得不错 但是我们的火箭少女101的造型惨被吐槽 粉丝评价他们的造型师简直是魔鬼 附近与杨云琴两个人的表现十分的亮眼 很是吸睛 但是杨云琴的衣服确实随意乐点 但美云与段奥杰的粉丝都不满意造型师的杰作 段奥杰的粉丝更是形容偶像的衣服像一个酒坛子 徐梦杰与李子婷两人打扮充满青春气息活力十足 但是徐梦杰粉丝形容这是大妈都不会穿的一件毛衣 梦妹琴 杨昌月与鸦米造型师如此偏爱杨昌月 特意给她加了一顶小红帽 紫妮的粉丝表示偶像的这一身是真的丑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尚可怜了小姐姐